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最穷顶流肖战到底有多穷,在北京租70平房子,出席活动借身材财珍? 最穷的顶流肖战,在北京租了70平米的房子,还要借身材出席活动,到底有多穷? 作为娱乐圈中的佼佼者之一,肖战实在是太穷买不起房了。 他怎么了?娱乐圈的明星,在吃瓜群众眼里都是很有钱的。 工资高,代言费高,参加任何节目的出场费都不是一笔小数目。 肖战为什么这么穷?肖战凭借陈情令一炮而红。 虽然走红了,但是他在请愿书上的工资只有500万。 比较当红的明星,哪一个片酬只有500万? 而这500万也不是直接拿到的。 你必须先通过艺人公司。 肖战和经纪人的分成应该是30%至70%,算下来才150万,还得交税。 这个行业的艺术家缴纳的税率相对较高,为20%至40%。 算在肖战手里。 也就120瓦左右,500瓦到120瓦。 不得不感叹资本的力量之强大。 超过五分之一,难怪肖战买不起房,支租了一间70平米的小房子。 不过这也是因为肖战的不仁,肖战的经纪人龙丹妮才是最大的赢家。 肖战现在要将自己赚到的钱的70%交给经纪公司,自己拿到的钱要交30%的税。 此前,肖战曾想与经纪公司解约。 不能怪肖战要解约。 肖战的电影宣传很少,资源不给肖战,利用肖战赚钱。 甚至在肖战被全网黑的那段时间,经纪公司也任由肖战被全网黑,并没有出任何差错。 什么措施? 然而,经纪公司的陷阱不仅限于这些。 就在肖战想要解约的时候,经纪公司合同中的高额赔偿让肖战不得不解约,没有成功。 后来肖战开了自己的工作室,你觉得这会让他报复吗? 肖战推出了自己的专辑光点。 销量非常好,一上线就卖了2700万加张。 3块钱一张,一上线就相当于卖了8100W加元。 肖战开了自己的工作室,能赚到更多的钱吗? 一点也不。 音乐平台有份,唱片公司也有份。 平台渠道划分后,只得到12%左右。 此外,肖战并未与员工作室解约。 这个份额还是要和原来的公司分享。 100多万,能到肖战手里。 100多万不算多,钱是有的,但是明星的开销已经很大了,就不能花钱参加活动吗? 曾经有一次,肖战在一次活动中穿了一个没体针。 网友查到,这根体针价值超过百万元。 后来,曾经借用了养身针。 作为明星,做好事是必不可少的。 活动捐款花费数千万。 不得不说,经纪公司真的很容易赚钱,肖战真的被骗了。 对此,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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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